今天到顺峰领个包裹 挺大一个箱子 拿过来 挺大一个箱子 我认为都搞错了 因为我记得是一个小东西 怎么用这么大一个箱子包 但是包油的 我就不说它了 如果不包油 我还得给它说的说的 就属于过度包装 很大一个箱子 其实就是一个小东西 就这些小东西 然后我们先拆开看 师傅能帮我割一下 拍不方便 帮我切开一下 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 他还带了一张这么大一个证书 证书猜猜看这里面是啥东西 其实这上面有照片 是一个笔筒 我第一次买个东西搞这么正规 我们无论线下线上买 也不用说提供什么证书 提供什么记录 提担保度 只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一个小笔筒 一个广采人物的一个花鸟笔筒 这个高度大概10公分 标准尺寸 但是这个比较特殊的笔筒 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下面是一个竹林七弦 这边有三个老子 这边有四个老子 这总是七个人物 在这个开窗里面 大家注意到 这是做了一点漏空的处理 所以它比一般的那种笔筒要更加少见 就这种工艺它更加复杂 也比较难做 你看一下底部 底下这是一个他们拍卖的一个标签 然后东西是全品的 东西这里有这么大的细线 啥情况 咋回事 这里怎么有这么大的一条冲线 看得很清楚 从这个口言过来 一直到里面 然后你看这个证书 看这个什么所谓的搞这些虚头的发脑的东西 没有任何用处 连这么一个这么大品 这样的一个毛病都没有解答清楚 我来跟他反对过去 这个当时那个卖家是说全没品的 所以当时我才拍下来的 结果收到之后发现这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我就很难说是它无意的 应该可能就是不是太严谨了 说这些小商家小卖家也不会是这个问题 不过你还是所谓这个 拍卖公司就有点真的是太不负责了 但是平常上面他描述的特别不不不不准确啊 这个就给他购回去了 好吧 这个东西呢 而且当时花的价钱也不低啊 当时这个2000多买的价格 如果全品的话差不多啊 全品的2000多3000多就在正常了 这个就给他退回去了 就多去收处理了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以后买的观众多多的去 其实不要去关注一些那种虚名啊 多多去罚 目前自己看清楚啊 对对对 你帮我包子 据收据收 现在有点搞笑啊 当然我倒无所谓了 但是这么折腾来折腾去 有点折腾我啊 所以有时候我跟你们去分享物件 一定是很认真责任的去把品价啊 把这个瑕疵啊 介绍清楚啊 觉得很搞笑一件事情 这个证书怎么办啊 证书他已经是打了我名字了 本来我还认为啊 两天一剪了不漏呢 结果其实还是被被套路了 但是这个套路我是能识破的 所以也不会真的有什么损失 证书他就白打了 不许也花了点钱打了个证书 有模有样的打了一个 我要不拍个照吧 拍个照我留个面 你把这个放回去吧 这么大个箱子 我觉得真的有点啊呀 真的是很多细节都特别不负责任 其实你哪怕是给公司干活啊 公司租钱 是不是 你这么大个小东西 你要搞这么大箱子干嘛 我们顺带看一下这个东西吧 这个是我在那个邮政那里 看到没有 邮政 邮政那里取来的一个包裹啊 你看 这同样是小件东西 别人就包这么一个小盒子就足够了 一个比较细路的 铜制的 铜制本朝的一个盖缸 来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个盖缸呢 有个配了一个红木盖 红木盖子 我们把它盖上 盖上都非常漂亮的这么一个盖缸 这个在铜类里面也是非常细路 非常好的一个品质 底下有六字款啊 非常开门的一个传统制度器 但是它的右手右官品质都还不错啊 除了一点点小剥油之外 总体还是全品啊 然后这个我们就这里拿走了 好吧 就不说了 谢谢 谢谢